九仓004今年跌幅26%。跑赢九仓置业1997。下称九仓,的跌幅32%。未来一段时间,九仓盈将跑赢九仓。 取九仓写九字。一九仓今年上半年股东应占亏损17.41亿元,去年同期,盈利24.5亿元。不计投资物业重股减值。基础亏损11.32亿元,去年同期,盈利22.36亿元。 全年营张建雄。无批可计。九至今年上半年股东应占亏损44.54亿元,去年同期,盈利69.89亿元。不计投资物业重股亏损。基础盈利38.44亿元,去年同期盈利51.84亿元。 全年营张建雄。无批可计。二,今年6月底。九仓每股NAV45.87亿元。现价14.62亿元。PB0.32倍。 九字每股NAV68.47亿元。现价32.3元。PB0.47倍。 九仓PB较9至折让32%。部分同类股作比较,欺慎014最新PB0.35倍。新世界0170.48倍。行龙地产101.71倍。 比拼之下,又是九仓最吸引。三,九仓今年6月底静借泰237亿元。 静借泰,股东资金比率17。九字静借泰525亿元。静借泰,股东资金比率25。两者财政状况皆良好。 四,九仓市值446亿元。大股东占48.8%。街货228亿元。九字市值981亿元。 大股东占40.9%。街货市值580亿元。九仓街货指示九字街货的四成。 五,九仓股息率1.9厘。则顺于九字的5.3厘。九仓的资产略顺于九字。 但PB不应较九字有折让多达32%。 以折让宿泽至15%即PB0.40倍计。 九仓可见18.3元。潜在升幅25%。 Morningstar看23元。大和看29.3元。 报告都是本月发出的。有九字的。 亦而沽出九字换马到九仓。 同场嘉莹,与油价相关的公司。 今年首季业绩最爆的是中海油幅283。 赚11.39亿元人币。 按年激增35.8倍。 以相等于去年全年的46%。 有此季度业绩占底。 2020年盘数不会令人失望。 末道理今年股价跌幅48%。 反较三桶油平均跌幅29%大得多。 以过去四季盈利计。 中海油幅P7.5倍。 较以往正常时期折让于三成。 预测PB0.70倍。 较八年平均折让于三成半。 彭博综合预测。 中石油857今年无P可计。 中海油88323倍。 中石化38634倍。 8月7日于6.4元占买中海油幅。 现价6.35元。 跌1%。 落后H指两个百分点。 趁低劳货。 目标价重温8.58元。 潜在升幅35%。 瑞讯体9.2元。 中金体9.5元。